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是孝与敬 祭祖提倡孝道 祭孔提倡师道 英国汉学院成立迄今三年 随着教学的开展和连续三年祭祖大典的举办 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也让西方社会更深入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如今因缘俱合 为期两天的英国威尔士试殿典礼 即和谐护国信念法事 于2019年8月31日及9月1日 在威尔士三盛大卫大学兰比德校区隆重举行 试殿典礼 是中国古代学校一向重要的礼仪制度 据礼记记载 早在周朝 学校每年血案四季陈设酒师 祭奠先师 以表达尊师重道之意 今年在英国首次举行的试殿典礼 依循古礼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 借此表达对师长的最高敬意 活动首日为忌孔大典 上午威尔士三盛大卫大学休斯校长发表欢迎词 景空老法师在以和谐世界从正确的教育引导开始为题的讲演中指出 今天我们弘扬孝道与师道 特别要注重传统文化中仁义理智四德的开发 由母亲父亲教师三方都做出好榜样 以此来引导孩子发展健全的人格 建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以其成为有用之才 10点40分随着忠鼓声响起 试殿典礼正式开始 身着身子珠红鹅黄色传统服饰的 礼声乐声益声依序出场 旧仪官裴祭官正县官陆续就位 由于场地的限制 以成精简为迎神出县压县中县 撤转送神等六大部分 共28个步骤 每个步骤都蕴含着 对中华古老智慧 及师道传承的敬意 典礼过程搭配义舞表演 义舞源自宗庙宫廷乐舞 义是指乐舞的行列 六义分六行六列 共三十六人 古语云 人之动而有结者 莫若无无 跳文武时 一声右手秉笛 左手执乐 透过音乐的节奏 舞蹈的韵律 体现出圣人 智礼作乐 教化百姓的本怀及意义 此次由英国汉学院师生 及当地学童组成的义舞队 早在今年四月就已展开训练 试殿义舞共有九十六个动作 东西班一声的舞蹈左右对称 却又不尽相同 刚进的舞姿展现出义舞之美 同时表达了对万世师表 孔子的追念与尊崇 当日下午 英国汉学院学生发表专题讲演 针对记录孔子思想和言行的论语 做了深入的阐述 主要探讨道德修养与孝道两大主题 就像夫子讲的 圣中最远民的贵后 当我们去回想我们祖先有这样好的东西 来教导我们的时候 那么对于指导我们现实当中 有很多的冲突矛盾 无论是家庭的自身的还是社会的 它会有一些指导意义 像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战争冲突斗争 我觉得其实正是需要我们推广这样的传统文化 用古代先前的智慧 他们的这种博爱散播到整个世界 这样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说 可以让我们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和祥和 同时会对整个世界 包括世界和平和各种可持续发展 我觉得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种很简单的想法 这种很简单的想法 就是在海战场上面 팀 这个數字内他跟爸爸的份 能力和父亲战场上的间随 如果你学习这种关系 父母和孩子 如果你学习他们 其实这就是全新的改变 一些大的问题 会被解决于很小的 但很重要的问题 在全社会的心中 西方或西方 活动次日为三十信念法事 抄见世界各族历代先祖 上午举行佛前大供 下午一点整 在主法和尚误道法师的带领下 法师正式开始 三十信念法本 乃元朝中风国师所汇集 每一时都包含诵经 畅赞念佛 佛法讲解 忏悔花怨与回笑 其要点在于将身形 言语 意念三方面捧射起来 专注在信念阿弥陀佛 即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整场法师 庄严宿目 竟然有序 清唱和雅的送念声 云音不绝 祈愿以此真诚 恭敬千敬之心 信念尽苦的功德 名养两立 回向往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即消灭世间天灾人祸 促进世界安定和平 祈愿大众 发心学习 并落实圣贤教会 早日实现和谐美好的大同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